我是有一山人 元名Stanley Wong 王冰沛 从事个人思觉创作 我想一开始做的时候 就有平面 例如版画 文化海报 以至装置 摄影一向都是一路一路做的题材 最初是拍摄纪录 记录摄影 我想直到近十年里 我就会设定一个题材 大家叫做conceptual photography 我想这几年做到了这方面的高度 例如三四年前开始影蓝美流 开始影蓝美流是华人社会 就是中国 中国 这几年中国大家都唱好了 所有全世界最完美的东西 都在中国 包括经济 包括奥运 包括未来的西博 其实中国有另外一面 中国还有很多 除了灾难性的天灾之外 还有很多贫穷的问题 很多社会的问题 贪污的问题 我想借着烂美作为一个背景 作为一个平台 去讲中国烂美的故事 现在演绎下去 就是华人烂美的故事 我想借这个很负面的宴放 他说出两个人以上就可以烂美 两个人可以有争论 三个人可以有政治 我觉得 其实在我的罪言里也说了 凡事都可以烂美 但是人生不可以 人生在你一个人手上 不会超过多个两个人 不应该烂美 我想我想带出一个比较正面的心思 我每次去中国开会 都在酒店里推开窗 就看到烂美楼 烂美楼其实是我生活中 接触了很多之后 从那里开始继续出来 但是当然这次展出的 有点不同 严格来说 这也是一个装置 变成一个摄影 我想也是从生活开始 因为近几年我学佛的关系 所以从很多个人创作 我都从我对佛哲学的理解 这样去沟通 这次是2007年 在深圳一个群体表演 题目比出来 我们有一个F这个字 英文字幕F 凡任何字 可以联想到F这个法音 你也可以做 佛其实是 这个字正正就是F 我必然会选用佛这个角度做 我没有选到现场很多室内的空间 但我反而选到这个空间 对出去的海 这个装置 其实想说的是观点和角度 因为凡事都可以正面和负面 佛里面看天堂地獄都可以在人间 这是一个佛里面的说法 就是天堂和地獄 不是很远离的事情 在你面前都可以在天堂 可以在地獄 我想借着这个很尋常的 就是一棵松树、一条船、一个海 就是当好三样很尋常的事情 放在一起的时候 你可以联想到它可以很匪夷所思 或者很不变惯的感觉 就是里面你可以演绎是 是一个沙漠的幻鬼也可以 陆上一个是一个绿洲也可以 其实这个是你的观点和角度 就是你的心里面怎么看 是正面临负面 其实那件事就是这样 我觉得这是人间的正土 正土就是天堂 我想让大家感受一下 世间有很多可能性 是从你的心里看到正面临负面 其实我红白蓝那个阶段 是从社会的角度做了很多 摄影比如有无言的系列 都是讲政治、游行的 都是从社会角度做 我近几年其实 譬如范非凡 其他一些 最近我开始了 他本来无一事 拍摄一些刺激的壁布板 我希望从人生的价值观去出发 我想社会和人生两个大范围 继续做了 我不是一个艺术家 我重新更正 我没有一个做艺术家的心态 虽然我很多谢这个艺术平台 给我沟通 但是我从来都没有这个艺术家身份 我不是艺术家 我是社工